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讨论到主耶稣要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什么上面了 好 现在就请石成和刘文来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一节 上次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 说到耶稣劝勉人不要为衣食忧虑 现在我们继续读十二章的二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百合花 是指在耶路撒冷郊外盛开的那种颜色鲜艳夺目的百合花 每年下过春雨之后 百合花在巴勒斯坦的郊外到处都是 马太称它是野地里的百合花 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 是以色列国最繁荣的时代 圣经上提到 十八女王来以色列国 看见所罗门王的群臣和仆人的衣服跟装饰 就非常的惊讶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巴勒斯坦地方树木非常稀少 因此甘草和野花 变成了烧火炉用的燃料了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耶稣用乌鸦和百合花的生长 来见证说 如果神对这最微小的受造物 都这样的照顾 何况是对神所宝贵的人呢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外邦人就是指不认识真神的人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耶稣说过的这句话 马太记载的比较详细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写着 主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时耶稣说这番话的主要对象是门徒 也就是已经在神的国度里有份的人 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指的就是先挂心神国里的事情 也就是先挂心属灵方面的事物 至于这些个就必加给你们了 这句话里的这些 指的是我们日常所需用的饮食 衣裳等等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 耶稣所说的小群这个字眼 本来是用来指一小群羊的 这说出了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像羊和牧人一样 耶稣接着说 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信徒 这就带出了神跟信徒之间的 另外的一种关系 那就是君王和属民 这类混合的说法 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他们认为 一个宗教的首领 就像是羊群的牧人 也像是一家的父亲 一国的君王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三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虫不能住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人 常常用贵重的衣服 来显示自己的财富 但是虫子 却可以把这些个 华美细软的衣服给住坏了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人如果积财宝在天 他的心思意念也自然去了天上 换句话说 看重属灵事物的人 他昼夜思想的也是属灵的事物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和三十六节 你们腰里要竖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沿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古时候的东方人穿着长袍 工作的时候很不方便 因此准备工作的时候 就把袍子给撩起来 竖在腰的地方 好放手工作 所以竖腰就表示随时准备行动 至于当时的人所用的油灯 是把一节棉灯芯 浮在一个盛油的碟子里 如果想要油灯时常点着 就必须经常修剪灯芯 跟加添灯油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敬前伺候他们 耶稣形容这位主人 倒转自己的身份 反过来服侍仆人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罗马人把夜间分成四更 罗马人把夜间分成四更 而犹太人把夜间分成三更 这三段时间是太阳下山到晚上十点钟是第一更 晚上十点钟到凌晨两点钟是第二更 凌晨两点到太阳出来是第三更 二更天和三更天就是一般人熟睡的时候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九节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盗贼通常是选人家最不警醒的时刻偷窃的 因此需要随时警醒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主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说明 他一定会再来 只不过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来 因此需要随时警醒等候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耶稣喜欢用比喻教导众人 但是对门徒就用比较直接的教导方式 至于这个有关警醒的比喻 却是针对两者说的 彼得所提的问题 可以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找到答案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主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 或晚上或半夜 或鸡叫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来到 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在这里 主耶稣说 这个教训是对门徒说的 也是对众人说的 师承啊 我发现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 比一般信徒的要求严格的多了 对吗 对 因为门徒是已经决定要跟随主的人 有一点像已经应征入伍的军人 所以应该受到比较严格的训练 我相信门徒受到的训练比较严格 他们从主所得到的力量也比较大 因为主耶稣不会吩咐我们去完成一个任务 是他不打算帮助我们去完成的 不错 在今天查考的经文里面 我们还可以找到哪一项受过忧虑的秘诀 是主耶稣针对门徒说的呢 刘文啊 我找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主耶稣说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所以专心求神的国 把心思意念放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 那么我们就比较不会分心去忧虑自己的事 神在适当的时候 自然会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的一切 这是主应许的话吗 你体会得很对 有人说我们挂心神的事情 神就挂心我们的事情 而神要我们挂心的内容 全都写在圣经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每天殷勤的读圣经 明白神的心意 免得浪费时间在我们不应该挂心的事情上 今天查考的经文 还有另外一个主题 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而警醒的表现 也是殷勤的 做该做的事情 不要偷懒 不要浪费时间 在没有益处的事情上面 是的 从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看到 还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 跟已经相信主 跟随主的信徒 这两类人挂心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 外邦人的眼光只看到地上 自然就会专心追求 属世的生活需要 而信主的人 眼光已经从地上转到天上 自然应该追求神国的事情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还加上要追求神的义 也就是说 要关心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 有没有在地上彰显 主耶稣应许说 当跟随主的人 专心追求 属灵的事情 他们属世的需要 也会得到神的供应 这真是非常宝贵的应许 至于怎么样 使自己的心眼 不断定睛在天上呢 在今天读的路加福音十二章 三十三节那里 主耶稣提示了一个秘诀 那个秘诀是 用钱财帮助人 就等于是投资在神的国里 钱财去了天国 心也就跟着去了 当时那些看中钱财的人 不肯跟随主 就是因为放不下 对属世财富的追求 其实 舍不得财宝 而拒绝主耶稣 结果会得不偿失 因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 钱财不能带去 而自己离开世界以后 又进不了天国 接着主耶稣 用比喻来教导 有关中心的管家 这方面的真理 第一个比喻说到 忠心的管家 会警醒等候主人 即使要等到三更半夜 也不会偷懒 这种仆人 为什么有福呢 因为主人不但赞赏他们 还亲自服侍他们 对当时一辈子 做奴仆的人来说 能够反过来 享受到主人的服侍 真是受宠若惊 也是莫大的光荣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 主耶稣用家主 警醒防备小偷的例子 来提醒我们 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 为什么要警醒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主耶稣 什么时候再来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就写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物要警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要好好防备啊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让我们彼此提醒 要警醒等候 谢谢你收听开录者 国际传播协会制作的 圣经导读灵修系列 录家福音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